嗨,大家好,我是那个长得不帅,但走得很快的旅行者,人什么远 这一期啊,咱们去辽城持平,看一个特殊的村庄 那里啊,埋葬着康熙的启蒙老师 那么咱们出发 前面那个骑三轮的叔叔啊 人家专门从村里啊,跑出来带着咱过来的 咱们现在啊,就到了王室营地 咱的车啊,就放在这儿 这边啊,有个厂子 这边的味道啊,确实不太好闻 有点臭烘烘的 这个啊,就是王家祖林的这么一个牌坊啊 这个柱子啊,就是它的最高点 所以说啊,这就是一个四柱三门出头式的牌坊啊 也叫四柱三门冲天式的 这样啊,咱就往里走一走 为什么叫林帝呢 因为啊,只有皇帝才能叫做林帝 普通老百姓啊,就叫林帝 这就是林和林的区别啊 这样啊,咱就来到了康熙皇帝的启蒙老师 也就是王约高的墓葬之前 我旁边啊,这个厂子声音非常大啊 还望见谅啊 刚才提到了啊,王约高是康熙的启蒙老师 这里啊,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典故 每次放学啊,王约高就把康熙送回到宫里 然后康熙就说,老师您回去吧 然后王约高啊,才慢慢的走回自己的住处 有一次啊,下了夜雪啊 然后晚上天上飘的雪花 王约高啊,就送康熙回宫里 然后康熙因为见天上有雪花 就急忙的就跑到宫里了 也没说让老师回去 第二天啊,康熙出宫门之后一看 王约高还在那儿站着呢 然后头发和胡须上全是那种白花花的双花啊 然后康熙就问 老师您怎么还在这儿站着 然后王约高就说 你没说让我回去啊 然后康熙回去就跟他母亲说了 他母亲啊,就再也不让王约高送康熙回来了 王约高啊,要求康熙是非常的严格啊 只要康熙做不对 他就让他跪着 然后有一次啊 康熙的母亲正好来到学校 正好看到康熙在那儿发跪呢 然后就对康熙说 咱不上学了 咱上学啊,也是做朝廷 不上学啊,也是做朝廷 上这干啥 然后王约高就反过来 怼了康熙的母亲一句啊 你上学,你就做明君,姚顺 你不上学,你就做昏君,节奏 然后康熙的母亲啊,听了听 也是这个道理啊 然后一下就把康熙摁在地上 让他跪着了 说,你老是什么时候让你起来啊 你再起来,你就在这儿 哦,跪着吧,不好好学习 这也算是一个小故事吧 上面写的啊 就是大清朝汉林 皇清中县大夫 王约高 自登如号北山 也是合葬墓啊 这样咱就离十二生肖更近一点了 大家也能看到啊 做的也是非常的逼真 中间这个类似于水泥的这么一个道路啊 这就叫神道 神道啊,是死人走的地方啊 所以啊,咱就在侧面 简单的这样拍一下 这边啊,也有一块碑 大家能看到一个字啊 非常的显眼 就这个字啊 慧 这个慧字啊 主要是表示 对先祖的尊敬 避免叫其打名 就写了慧字 这里啊,也有一块碑 上面写的北山啊 王约高啊,就号北山 刚才咱们也看了啊 背后的王约高墓是合葬墓 也就是说里边也有王约高的夫人 既然提到了王夫人啊 这里啊,还有一个小故事 王约高当了康熙的老师之后啊 很少回家去省庭 后来啊,康熙皇帝就亲政了 就让王约高啊 把自己的夫人也接到京城来 就对慧平之线下了一个公文 然后慧平的之线一想啊 王约高现在都是汉林啊 又是皇帝的老师 还能看上他那个丑陋的老婆吗 这种贵义友 父义妻 也是人之长情嘛 就选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美女啊 就给送京城去 王约高就骂这个慧平的之线啊 你把这个人送来干啥 赶紧让人家姑娘回去 我跟我夫人啊 感情啊非常的深厚 并且啊 我夫人剥削多时 然后就亲自啊 就回到家去接她老婆了 王夫人啊 来到京城 皇太后啊 那是亲自召见 但是啊 一看到王夫人啊 是一个大脚又丑陋的 这么一个妇女啊 就忍不住啊 就想笑 然后顺手啊 就把宫女的撑着的伞啊 拿过来 把脸给倒上 王夫人心里啊 也是明白了 就说 谢太后刺伞之恩 就把那个伞啊 接过来 就入席了 入席之后啊 这个 皇太后就问 你们山东出什么 然后 王夫人就说啊 我们山东 出山 然后皇太后就说 哪里没有山啊 王夫人就说 我们山东 太山 五月独尊 然后皇太后又问 你们山东 还出什么 然后 王夫人就说啊 我们山东啊 出人 然后 皇太后就觉得 哪里 不出人啊 到处都是人 王夫人就说 我们山东 出圣人 然后 皇太后就觉得 这个 王夫人 确实啊 有自己的本事 提到了这里啊 再讲一个是 王月高啊 也是日久啊 也觉得 王夫人的脚 太大了 就说 让他裹一下脚 也裹了 然后 也小了 那么一寸啊 结果 就是因为这一小 本该领 十三个省的 俸禄的 王月高 就变成了 领十二个省的了 王月高就说 哦 原来我的福 出在我老婆的 大脚上 所以啊 就不让他 再缠脚了 自此啊 王月高 一直就领着 十二个省的 俸禄 这也是一个 小故事了 大家也能看到啊 这个写的 始祖王岐 自中文 戒夫人 臣世之墓 这就是咱刚才所到的 王家北巴里的 始祖啊 叫王岐 这里啊 就是王岐墓的 风土堆啊 大家也能看到啊 下面这个地方 已经用石头 雷起来了 刚才啊 那个叔叔啊 给我说 他说这是村民啊 自发 给他保护起来的 也能看到啊 这个风土堆啊 也是非常的高 这个就是 王月高的墓葬 大家也能看到啊 这个风土堆 也是啊 非常的高 大家能看到啊 咱背后的 王月高的墓葬啊 也是有风土堆的 这个风土啊 是在哪里 才开始有的呢 就是在孔子之后 孔子之前啊 所有的墓葬 都是不封不树 也就是不封土 不树裂 标识 孔子为什么就那么例外呢 因为啊 孔子啊 是 儒学的创始人 他因为经常要 周游四国 去讲学 时间啊 也是非常的长 他就怕 回到自己的家乡 不认识自己父母 埋葬的地方了 然后啊 就在上面 隆起了个楚丘 以坐啊 标石啊 自死之后 就开始都开始 弄这种风土堆了 王汉林死后啊 康熙啊 就亲笔 赐赠对联 忠孝贤良老 文章得业人 王月高啊 也是非常青年的官员 他居官二十年啊 手无余金 并且啊 著有怀宣级 有实册 好了 背后的王月高墓啊 就为大家分享完毕了 那么这期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喜欢远哥视频的 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 转发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